周五的晚上 明天兩天是周末 然後有活動 因為公司組織一年一度的年會旅行 一個數碼愛好者 旅行前都做了那些準備 因為新買了 GoPro Hero 6 所以 GoPro 會充滿電帶過去 我一般會把我的 GoPro 打到 4K 30 幀的模式去拍攝 iPhone 這是非常必要的 Anker 的電源是咱們國貨品牌 非常的好用 外型也非常的喜歡 數據線我也會直接配的是 Anker 自己的紅色的 號稱是能夠拉得動一輛機動車的數據線 Nintendo Switch 如果我沒戴 Nintendo Switch 就會戴 Nintendo 3DS 出去玩 只要那個地方有一些戶外的景色 我都一定戴上我的 DJI Mavic Pro 雙電 這個東西是又想戴又不想戴 Apple Watch 在拍Vlog的這台索尼的 A6300 的相機 旅行當中拍照片也很重要 索尼的 A7 的相機 配一個 2470 的頭 大部分我的設備都以輕便為主 除了這台相機 所以做一個數碼玩家出去玩也挺辛苦的 任何宜兵在一起 Gee Gee Hee I 还有九公里啊 前面就要到了 天气还是下雨 我们一到哈里森 这块就已经下雪了 整个外边现在是都在飘雪 然后那边其实非常漂亮的湖景 哈里森湖 但是现在由于在下雪 所以是白茫茫的一片 看不到那边 那附近的话呢 是可以 我们可以尝试的开车往山上走 那边景色不错 像这边的话 就是平常绿色的一片片树 全都是白色覆盖的 现在呢 外边是天寒地洞 非常的冷 然后左边是哈里森湖 我们现在地图导航 湖往山里边走 我开的也会慢一点 因为虽然我的车是换了雪胎 冬季胎 但是呢 这个雪啊 是今天刚到哈里森湖 刚下的 所以前面 没有太多车去踩过这个心血 那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个无人之境啊 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像前面我开的这个路呢 开的比较的谨慎一点 因为基本上没有车开过 然后我没法速度开的很快 像这个路呢 我上次来它就是非常颠簸的一个路 所以开起来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我都能看见路雪下边有一个一个的大坑 那两边的景色越是没有人去的地方啊 景色越好 这也是在户外玩的时候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希望到那儿呢 能够看到这个雪天不错的一个景色 现在我是双手紧握方向盘 以示清白 什么鬼?什么以示清白? 多漂亮! Waterfall 不容易啊 目的地到了 到了这个叫做Hickers Lake 我特别感谢的是前面这一套 一直让我跟随的轮胎叶 因为这个轮胎叶让我知道前面这个路 至少是有车在我刚刚之前走过去的 好了 我们现在把车停在后边停好了 在这个湖边看一看 走过去到了 这边呢可以hiking 但是今天这个天气还真有人在散步 其实这个湖边的景色不错 哇!这景色无敌了 来吧!咱们三次拍一个 哇!哈喽! 我的鞋还可以 我到前面去拍点景色 把这边的前人的脚印 没有人的景色就这样了 就是有景色 同时它又没有人 这就是没有人的景色 这个地方还能下船的 到夏天的时候 船会从这儿 从这个坡这儿 很多的像皮卡大车 会把船拖过来 从这儿下去 哇!手机都拖船了啊! 还可以吗? 可以! 美美的! 你给我的宰了一张 海里楼正在像所有的妈妈一样 雪景秀娃 高兴!你这样! 嗨! 来来来来! 耶! 行了我现在拿GoPro去拍一个 拍一个岩石的作品 5-10分钟吧 我的无人机在这么冷的环境 我测试一个 我再拍一次 一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敌的景色 无人的地方,景色特别的好 两位西人朋友开着他们的 Ram 皮卡 也跑到这来看起来 简单的打了个招呼 这也是加拿大的生活方式之一 充分的享受大自然 虽然可能很多人认为在加拿大 其实现代化 城市建设各方面似乎没有下什么本 这样的方式 令你居住的环境 可以保持更自然 更原生的得到更好的保护 所以你有机会原始的 原生的大自然原来的样子 我们准备回去了 车在这儿 留我注意他们开过来都是皮卡 而且刚刚人特资信 我们是四驱的皮卡 有一点惊响了 刚才这个有一点小上坡的地方的雪有一点厚 然后地势又有一个大坑 所以到那还能后退 还好路面还能后退 但没法前进了 因为一前进我轮胎就打环 尝试了大概五六次 终于是另辟蹊径 就先倒退一段 重新冲了一下 冲过去了刚才那个位置 好险好险 这就是哈里森湖 有一堆房子那个地儿 是哈里森的小镇 开回去大概还有六七公里 湖这么大 可以想象一下夏天的景色会非常的不错 是哈里森湖的 我的名字是Juna 我叫我介绍一下 我介绍一下 我们在克斯林林 我和我的家人 出带了一天 我和我的家人做了一天 我和我的妈妈做了一天 你可能要看这个 这是我的爹 他在车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